上辈子因为独播 灰掉了自己 灰掉了月月和星云 我痛恨着 但这一次我不是为了钱 月月星云 我绝不要再失去你们 老板 我要下注 又是来买巴西的吗 放钱那去买些行了 我要买3比0 把锅赢 两万 啊 你可想好了 今年有罗纳尔豆的巴西队才是最大的热门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以前命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运气不错 小兄弟 我可是要劝劝你啊 你今年要买法国 可是要劝法乌龟的 而且要是买了3比0 老板 我刚才说了 我觉得我今天运气不错 那上前台去拿 彩票去吧 那人有毛病吗 别法国就是 就是 就是他就是他 好球就有机子 谢谢提打内 我记了我 好球 就是提打内 相信爸爸 这辈子不会再让我们失去 我得去啊 笑 老板 法国都赢了 法国都赢了吗 怎么是三比零啊 我怎么就明白法国呢 先生您的请你装好请拿好 好 医生说今天得交费 我们才凑够二十万 可怎么办呢 小冉 女儿都这样了 你还有心思出去鬼混 我买足彩挣钱去了 你拿着城镇记你的钱去赌了 正规的足彩 不是赌啊 小冉 我以为你至少还是个称职的父亲 你现在真是无药可救了你 小冉 你太不应该了 妈 我这真不是赌啊 我这 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已经把手术费都给 小冉你别发神经了 做个人吧 孩子的手术已经排期 请监护人签字 谢谢您 谢谢您 医生 我们一定会凑够钱的 您先生已经交费了 小冉 我都说了 我已经交费了 你就相信我吧 这么多钱 你哪来的 昨天世界杯决赛 我用陈镇给我的本机买的 海票中的 海票中的 中了这么多 老天见过盈阳 两万变成六十万 小冉 听妈一句劝 赌博不是正道 知道了吗 啊 算你这个当霸的 负了一次责 但我不会再跟一个毒鬼过日子 等盈阳手术成功 我们就离婚 哥 是不是盈阳手术费 还有缺口 你等着 我这有点 盈阳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 而且手术都在排期当中 钱凑齐了就好 来 这是还你的钱 说好了 双倍 不是 这是什么情况 你拿着 你是冒着跟弟妹炒饭的风险借给我的 我说话算话 不是 哥 你这是不把我当兄弟啊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 弟妹是个好姑娘 给她们俩好东西 好好珍惜 那我就多拿一万 剩下的给孩子再买一点 行 那这一万啊 我就算你入股了 入股 哥 你打算干点啥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别干赌博啊 放心吧 哥呀 准备打算买个服装厂 做正经生意 服装厂 嗯 我听说现在服装厂生意老差了 就咱隔壁那一片服装厂 他们都倒闭了 我自由打算 你这段时间呢 正好帮我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服装厂 不是 哥 你到底挣了多少钱啊 就那服装厂 你连设备啥的 你不得百十来万呢 钱的事就别担心了啊 走了 哥 哥 乖 来 啊 谢谢爸爸 哎呀都在啊 有什么事出去说 别在这打扰孩子 好 我给你这个面子 在门口等你 仰漾 爸爸出去一趟 一会就回来 嗯 小人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我自己能解决 听说小老弟最近有钱了 是不是该把去年的账给结一结啊 钱也不多 就二十万 二十万 借钱不要利息的 白借给你啊 要不 你陪我玩两天 利息我给你少算点 董 放手 二十万 你们还真敢要 你可知道老子背后可是大名听你的李总 你敢赖张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李飞 顺便说说你们挪用公款放高利贷的事 老大 他就是个憋傻 咱们可能认识李总吗 139 9988 你以为你随便报个号码 就说明你认识李总吗 闭嘴 你怎么会有李总的电话 这你就管不着了 我会亲自把钱还给李飞 你们可以滚了 好好 走 行了 都解决了 你能别吹了吗 还有 你怎么会认识我的老板 他可是黑白两刀通吃啊 这要是得罪了他 我们和音音都会有危险的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放心 我一定能解决 你怎么解决 明月你无故跨工三天 被公司自退了 王经理 我跟你请过假了呀 喂 怎么了 我工作都要没有了 肯定是那个赵三告得住 为什么你欠的债 要我和盈盈来承担啊 盈盈收货恢复还需要很多钱 我这又是没了工作可怎么办呀 你那工作不要也罢 我能挣钱啊 你能别吹了吗 你留在这照顾盈盈 我去趟公司 王经理 我明明给你请过假了 为什么公司说我矿工 我批了吗 你负责项目黄了 公司亏损二十万 我不开除你 我开除谁啊 王经理 你不能这样 我孩子生病住院 还要做手术 这些情况你都是知道的呀 别激动别激动 你先坐下 这个事啊 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 女人呢 别再逞强 你要是从了我 别说是工作 你要神魔 离我远一点 公司开除我 是你不义的 你呀 就从了我吧 放开我 谁啊 什么人 敢到我龙威集团撒野 李总 这个林月无辜 矿工被开除了 现在还带着人来公司闹事 你看猫打的 人是你打的 是我打的 敢到我这儿来闹事 真他妈找死 李总 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女儿生病住院 我跟公司起过假了 是她故意刁闹我 刚才还要违宪我 李总别听得胡说 看公司损失20万订单 凭什么都打一耙 世间自有公道 李总 你已经上岸了 没必要让这样的小人 给你拖下水 你小子挑拨我和李总之间的关系 我可是李总左榜右臂 最近还接到 市运集团100万的订单 小子 事情自然会查清楚 但是你到我这儿闹事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来人 李总 我劝你不要跟什么 顺应集团合作 顺应集团不过就是个走私公司 集装箱里有很多的违禁品 你说什么 你别瞎说 顺应集团可是我们城市的龙头企业 真金不怕火炼 李总 有没有问题 你一查便知道了 李总 你可别相信他 闭嘴 好 要是没问题呢 我人就在这儿 要杀药果 随便你 喂 去给我查一下顺应集团那批货 有没有问题 老板 确实有问题 兄弟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面有违禁走私品的 龙有龙道 蛇有蛇道 你现在应该琢磨一下 是谁给顺应集团开的绿灯 你们公司的货物都应该是专人专查的吧 王兵 顺应集团 给了你多少好处 李总 对不起 我 我也是迫不得已 一旦被查 对整个公司来说 都是灭顶之灾 你跟你说你是迫不得已 我当时挤用钱找你借 你不借我 我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就是你的办法 养不收的白眼狼 来人 有 给我查个劲 李总不要 送到角色里 李总 李总不要 投出去 这位兄弟 怎么称呼啊 萧然 现在你相信那王八蛋有鬼了吧 萧兄弟 这次是老哥错怪你了 老哥给你道歉 这样吧 王兵的位置 就让弟妹来接替 你看怎么样 业务不经理吗 不用了 萧然 你什么意思 这狗屁工作风水雨淋的 我心疼你 以后我养你 我真是受够了 萧兄 这会儿不是还在生老哥的气吧 不是 赚钱本来就是男人的事 反正 我龙威其他的大门 永远向地位打开 今天让老哥做动 好好谢谢你 好啊 我也正好有事 想跟李总谈谈 萧兄弟 今天多亏了你啊 要不然老哥就完了 老哥 敬你一杯 李总客气了 萧兄弟 刚才说 有事情要和我谈 有什么需要老哥我办的 请管题 我是想提醒一下李总 你将要人祸导致的血光之灾 此话怎讲 虽说 我已经盆洗手多年 可是在龙城的地界上 还没人敢动 赵海天你还认识吗 怎么会提到他 他刚出狱 最近呢 买了一批凶器 就住在你家附近 多谢萧兄弟提醒 阿强 过满萧兄弟啊 赵海天原来是跟我混的 背着我干这些违法乱气的事情 被我送进去了 没想到 他竟然敢报复我 不过 萧兄弟是怎么知道的 李总 我要是说 我会一些补算之术 你信吗 我信 萧兄弟今天救了我两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有什么吩咐的 老哥我 刀山火海 在所不惜 多谢李总 这会儿了 还叫李总 是不是有点生分呢 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们兄弟相争 好 李哥 来 那我先去个卫生间 好 萧冉你竟然在这里啊 哎呀 你没钱还我们 也有钱在这吃饭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三哥 咱俩今天必须教训他一顿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会亲自把钱还给李威 不需要 李总是何等人物 他哪有时间搭理你 让我全权负责啊 一共连本代息十三万元整 少一分打断你的腿 哼 我正在跟李威吃饭呢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他说他认识李威 萧冉你边瞎话也不打草稿 你配认识李威吗 你配跟他一起吃饭吗 萧老弟 这是怎么了 哎呦 萧冉这才真下血本了 弄个逞话来假扮李总 声音还挺像 李总 赵三 什么情况 就是萧冉 他欠了咱们十万块钱 你们说欠十万块的就是我萧兄弟 没错 就是萧冉 他就是个逞话 就是个垃圾 李总 你打算人类啊 打的就是你这个杂嘴 敢对我萧兄弟无礼 我下混了是吧 李总 说来尴尬 我确实欠你钱 不就十万块吗 不用还了 李总 果然爽快 那这样 老弟啊 就再告诉你一件事 萧兄请说 你面前的这个赵三啊 背着你放高利贷 我跟他借了十万块 可是他却光我要二十万的利息 可是我听说 李总 你已经上岸了呀 赵三 萧兄弟说的是真的吗 李总 你别听他瞎说 他说的都是假的 屁 萧兄弟怎么会骗我 你们马上给我滚了公司 跟财务对账 少一分钱 我打断你的腿 滚 萧兄弟啊 刚才的事真是不好意思啊 李哥 来 感谢你啊 萧兄弟 你可真是我的副将 有没有兴趣 考虑到我公司发展一下 李哥说笑了 我呀 还是想做点自己的事 也是 像萧兄弟这么有本事的人啊 不喜欢受拘束 今后要是有需要老哥办的 尽管改口 我还真有件事 需要李哥帮忙 萧兄弟请说 谢谢 借多少 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但是我没什么能抵押的 只有我萧然的人品 李哥看能借多少就借多少 萧兄弟啊 目前的省头资金也不是很多 也只能拿出个两百万吧 够了 多谢李哥 萧兄弟 要这些钱做什么 不满李哥 我想买点股票玩一下 炒股 今年股市异常萎靡 尤其是北美那边 发生了金融危机 影响全球经济 这个节骨眼 入市股市的话 恐怕不是什么好时机吧 恰恰相反 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很多优质的企业 会在这个时期崛起 如果李哥相信我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银海科技 当它跌入两块的时候 大幅度的买入 我觉得会有不错的涨幅 真的吗 李哥 你忘了我的小本事了 行 那我就陪老弟 玩一把 李哥 我接个电话 好 妈 小然 怎么了 林月在你身边吗 她怎么还没回医院呢 林月没回医院 妈 你别着急 你先在医院陪着影影 我去回家看看 小兄弟 没什么事吧 我还真有点事 我现在要去看一下 好 回头两百万打给你啊 感谢李哥 那我先走了 我好想你爸 爸 我对不起你 你对我有那么大的期待 我却放弃一切 跟小然结婚 我以为 我们是真爱 是我错了 是我想错了 我放弃了理想 放弃了生活 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就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我们那些大学同学 他们都成为了隔行出名的设计师 可我呢 我只能在家写写画画 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办 月月 是我对不起你 你放心 给我点时间 我都会补偿给你 爸 你也放心 既然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你一定能看到月月幸福 小然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都是要离婚的人了 你还来干什么 还有 你凭什么连我今生的机会 都擅自替我决定啊 凌月你误会了 我 我误会什么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女儿以后怎么办 是 你是把医药费交了 但营养费 以后的教育 这些难道都不用钱吗 你听我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我们必须离婚 我知道你现在有点钱 你放心 我不图你的那些钱 我只要信音 我们娘俩不会耽误你 你说什么呢 那金音也是我女儿啊 你是我老婆 我不会离婚的 小然 你是要逼死我吗 我怎么会逼死你呢 我爱你啊 我真的有改 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看到 一切都会不同 好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你先出去 我要换衣服了 不用了 老夫老妻的 你给我滚 滚 老婆 我 滚啊 对了 应在医院总朝着腰间爸爸 你有时间多去看看他 嗯 行 98年第一腰股银海科技 跌至两块后绝地反弹 连续十个掌停板 就靠他赚钱 王经理 我想请您帮我买只股票 小然 夏丹丹 你不是出国了吗 你怎么在这啊 我前些天刚回国的 你俩认识啊 他是我 大学最好的朋友 小然 小然 这是周涛 周先生 你好 小先生似的 你刚才说 让我给你买只股票 对 我想让你帮我操作 股票账号 哎呀 想让王经理帮你操作 那投资都得一百万起 瞧你这穷酸样 你有钱吗 我这里有两百万 两百万 虽然说王经理 其中是一百万 但是王经理接触的客户 都是像我这种 千万级别的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接的 你说是吧 王经理 的确是的 我最近有点忙 您先别着急拒绝 我是要启动十倍杠杆 对您来说 收益绝对不会低于千万次击 还十倍杠杆 笑死我了 看来你这是血本乌龟啊 你知道十倍杠杆是什么概念吗 跌幅到百分之十 你就要平仓 小人 股票真不是这么买的 没事 你敢不敢接吧 你要不敢接我去找别人了 行 我接了 你们哪支 银海科技 疯了吧 银海科技已经连续跌了一周了 从几步十九块跌到两块出口 今天都快跌停了 你还要买 是 等它跌到两块的时候 你帮我开始买进 说不定它能涨停了 今天真是要笑死我了 你果然是香巴老壮纳墙 啥也搞不懂啊 我告诉你 你这个股票 它要是能涨 我能照理拉降 你还有这种恶趣 小人 你这么做太冒险了 两百万 对你来说应该不是小数目吧 谢谢关心 我很清楚我在干嘛 涨了 真的涨了 涨了 银海科技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我看你这就踩了公使 跟了院 这涨速 这交易量 我靠 这涨幅 十九点一 那岂不说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赚了四百万 萧先生 你真是神人啊 你怎么知道银海科技会长 莫非你有幕后消息 我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哪有幕后消息 直觉罢了 那明天这个钱 你是提出还是 啊 我很看好银海科技 您呀 继续帮我全仓持有 我要卖的时候 会给您打电话的 好的 周先生 我还真没见过 道立拉翔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你这种 社会上流的人士 你 你这不就是走了高使运了吗 对什么 我就知道你是口嗨爸 懒得跟你记紧 蛋蛋 以后交朋友 擦亮眼睛 我就先走了 向然 等一下 咱俩有好久没见了 找个地方聊聊呗 也行 去哪 楼下不远就有个咖啡厅 蛋蛋 今天可是我们俩的约会 你这样不太合适吧 我们俩是在约会吗 你见过在证券公司约会的吗 那不是夏叔叔说让我带你见识下中国的投资圈吗 是啊 那这跟约会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现在我要跟老同学聚一聚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反正我也没事 跟你们一块出去喝个咖啡 走 随便你 夏然 我们走吧 好 好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还好 我听说你结婚了 还生了个女儿 对 她一定很可爱吧 确实 不管是随她妈妈还是随我 肯定会很可爱 你呀 还是和读书的时候一样 那么自信 挺好的 其实也不一样 人是会变的 当初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出国留学是你的机会 我理解 你现在这样 看起来挺不错的 不错什么呀 我出国后就后悔了 算了 不是这些了 你最近忙什么 几年不到的功夫 赚到了炒股的本金啊 就是在瞎忙 比不上你们这些富豪 哎呀 能好好说话不 以前呢 就是瞎混 不过现在有本金了 我想盘一个服装厂 这年头搞服装厂 你怕是脑子不好吧 不过像你这种凭运气得来的金钱啊 赔多少钱不心疼是吧 关你屁事 小子 我这可是好心提醒 别到时候给你裤头的给你输没了 所以呢 关你屁事 周涛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 小人凭自己本事赚的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确实不关你屁事 蛋蛋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怎么竟是维护他的你 没看明白吗 他是我的初恋 是我现在还留恋的男人 你不是说他都结婚有女儿了吗 我喜欢 我乐意 关你屁事 夏蛋蛋 你是故意气我是吧 你可知道气我的后果 我懒得知道什么后果 你要不想待 赶紧走 在这儿等一等我 我才不走 走了那不是便宜某人了吗 你不走也行 我们说话 你少插足 我 不用理他小人 你想买服装厂干嘛呀 现在国内服装品牌都不好过 销量提不上来 成本也越来越大 确实不是个好项目 据我所知 好多服装厂都倒闭了 是在人为 我相信国货一定会成为世界一流 我们的服装行业也会越来越好 就是喜欢你这份自信 我倒是知道有一个服装厂在转让 不过厂长的条件有些奇怪 很多人都找他谈了 都没他拢 哪个服装厂 叫南郊宋师傅服装厂 宋荣的服装厂 对 厂长就叫宋荣 他那个厂的基础不错 把联系方式给我 我去找他谈 正好 我有时间 我带您一起去呗 我也是 宋师傅您好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他想买您的厂子 你好 你好 这是我工厂全部资产 其实这个厂子我是有所了解的 也不多说了 一口价 150万 包括设计 您觉得怎么样 本来我 我出160万 周涛 你下起什么后 怎么了 我也觉得服装是个好买卖 我也想进去服装行业 难道不行吗 宋厂长 我知道 其实你不在乎是否多这点钱 所以我就不做这样竞价的蠢事了 真是可笑至极啊 十万的真金白银 我就不信他卖服装的 能看不上 其实之前很多人来看过这个厂子 比150万高的人有很多 但是您都没有卖 是因为您对这个厂子有感情 我说的没错吧 这个厂子陪伴了我大半生 我确实舍不得 那我就直说了吧 这个爆发户出160万 纯粹就是为了找我的不痛快 我呢 只有这么多钱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不会裁掉工厂的任何人 您还是厂长 我会跟您联手 打造一个覆盖全国 甚至是全世界的服装品牌 还全世界 你怎么不去全宇宙呢 就这么一个破厂子 怕是连一个海归设计师都没有吧 还想生产什么好服装 住口 宋厂长 您不用跟这样重央媚外 闲杂人等去知情 我还闲杂人等吗 说两句怎么了 他这个厂子不破 他能卖 宋厂长 只要你现在给头 就立马给你转账 老子他们有的事情 小子 你还是走吧 这个厂他我不卖给你 我 我给你抽两百万 我就不信 还有人跟钱过不去 就一百五十万 我卖给肖老板 一百五十万你卖给他 我抽两百万你不卖给我 你真是他妈脑子有病吧 像你这种不懂尊重他人 不懂企业文化 不懂企业发展的人 你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卖 我呸 什么情况 什么理想 都那么狗屁 周唐 你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嘴 姓周的 你平时像个赖皮狗一样恶心就算了 你现在满嘴喷粪 信不信我大嘴巴 抽你 好小冉 今天在这儿拉下了面子 我知道会找回来的 快走吧 宋厂长 真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了 缺人也不知道脑子里缺的什么 名字大了 什么鸟都有 宋厂长 那我们说好了 明天我让我弟带着钱和合同 回来找您 咱们见面细聊 好 恭喜你啊 小老板 这厂子是我介绍的 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饭呀 吃饭可以啊 但是你今天拿我当导箭牌 不太好吧 没办法 都这个岁数了 还没结婚 爸妈逼着给我介绍对象呢 那也得介绍一个靠谱点的 嗯 周家吧 是很有钱 不过 他压根不是我的菜 再说了 你本来就是我初恋啊 嗯 就受点累吧 大不了 你请客 我买单 我接个电话 小兄弟 太牛逼了 银海科技真的长啊 我入区晚了点 两块五百斤的 赚了不少 再买了一百万 李哥 你最近要是不用钱的话 可以再买一些 银海科技呢 还会涨几个节拍 真的 嗯 今天有个家伙 十倍杠杆入区 一会儿功夫 这赚了四百万 不会是你吧 确实是我 牛逼 太牛了 你现在要在我面前 我真想跟你嗑一嗑了 哎呦 李哥 都是兄弟 你胡说什么呢 对对 这么牛逼的人 是我兄弟 我脸上也有光啊 正好中午有一个 金融沙龙聚会 有不少人都打听 小冉兄弟的风功伟绩 有没有时间过来 行啊 几点 十一点 好 你跟龙威集团的李威 称兄道弟啊 啊 关系还不错 哎呀 看不出来 这几年婚得不错啊 不愧是我下单单开始的男人 哎呦 你能不提这茬了吗 就要 哎对了 你们刚才说的 是明天 滨江酒店的商务聚会吗 哦 你也接到邀请了 不然呢 叶姐姐 好啊 你今天真漂亮 你来干什么 你有邀请函吗 什么邀请函 是有人邀请我参加 这次金融晚宴的 没错 是我邀请的 周涛 你这做派很恶心人好吗 夏淡淡 虽然说你身份珍贵 可那主办方毕竟不是你 你也不能随便邀请入内吧 李威是主办方吗 是他邀请我来的 他邀请你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什么德行 他邀请也只会邀请我们这种豪门子弟 而你 不过是买了几个破厂子 就想挤身名流圈子 简直是痴心妄想 周涛 你过分了 小燃是我的朋友 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他 蛋蛋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啊 小燃 你要是识相 就给我离丹丹远点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周涛 你这是要对谁不客气啊 哎 李总 刚才这小子没邀请 还非得进入 也真是不怕有碍观瞻 周涛 你好大的威风啊 竟然要该走我兄弟 李总 你兄弟 对啊 小燃就是我兄弟 怎么 周涛有意见吗 李总 您邀请的人 我自然是没有意见 但是 今天这个场合 都是一些名门贵族 您邀请这样的兄弟来 也太掉档次了吧 掉你妈的档次 你什么档次 够资格评价我兄弟吗 老弟啊 本来要早点出来见你 可是 遇见个熟人 非要朝我聊两句 所以啊 出来晚了 没事 李哥 睁开你的大眼泡子 给我好好看看 这是我兄弟的情景 你邀请人来 我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 今天这个场合 你邀请他来 不太合适吧 我兄弟 要你管 机长得再漂亮 也进不了凤凰拳 我呸 够你腿 你装 李哥 不至于 有些人啊 表面看着光鲜 实则是个傻逼 是啊 李总说的没错 有些人啊 就是金玉其外 败蓄其周 还他妈不进去 在这干啥 小老弟啊 这位是 夏丹丹 夏是外贸集团千金 是我 小阮老弟 你也认识 我们是大学同学 他是我 最好的朋友 看来 关系不一般啊 确实不一般 小阮老弟 眼浮不浅啊 今天啊 来的都是地方的大佬 各行各业都有 平时啊 我们就聚在一起 炒炒股 玩玩鸡精 待会儿啊 我给你介绍 你就当拓展人脉了 多谢李哥 大家 不是一直在讨论 用十倍杠杆 底天赚取四百万的 传奇人物吗 今天啊 我给大家带来了 萧然 萧先生年轻有为啊 有胆子 有手段 没错 敢用十倍杠杆 这是多大的决心 和果断 我这老弟啊 就是牛屁 十倍杠杆 金融天才啊 只不过是运气好的 穷鬼罢了 他又是真有钱啊 何须用十倍杠杆呢 周涛 你说的什么狗屁 买野话 你再这样 瞎忘带刺的 别怪我不给你脸 把你赶出去啊 李总 我可比你们更清楚 他的情况 他就是一个赌徒 股票啊 到现在全部囤着呢 说不定啊 明天就全部输光了呢 你这不是眼红吗 眼红 我兄弟成为传奇 成为焦点 我眼红 我觉得我们这个聚会 不光说来讨论运气的嘛 那么像个运气好的 怎么不去找几个 猪彩票来 要论炒股水平 我不比他强得多啊 我算听明白了 周涛是觉得我炒股水平 上本台呢 想跟我比比 对 我就是帮大家来擦亮眼睛 千万别被这种 踩狗屎运的家伙给误导了 邱汤 萧然可不是狗什么狗屎运 他就是眼光独大 下手滚了 承认别人比你强 就这么难吗 他一个你腿子能比我强 夏丹丹 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 我的投资能力 绝对能够碾压的 我昨天就知道了 你呀 不如小远 真干系 一千万 孙燃 咱俩打赌 如果你输了 给我一千万 如果我输了 我给你一千万 你敢吗 小兄弟 那就是一条疯狗 不要跟他一番见识 要是不敢 就跟我一下丹丹远点 以后 少在我面前瞎逼 你脑子是不是缺的 你说吧 怎么比 必是钱 一人投一百万 谁赚的多 谁就赢 你敢吗 陆少买的这个环南国际 我最近也很关注 长势不错的 我也买了 赚了不少呢 你们要是有钱 还可以再买点 这华南国际 最新都是利好消息 涨幅肯定会更大 我劝你们买了的 现在赶紧卖了 一会儿跌停了 孤独了 说什么 哎呀 肖大少竟然看不上 我这只股票 那小弟 是买好股票了吗 当然 西川长虹 我看着就不错 长虹都快跌停了 你居然说他会涨 并不是每一次你买股票 都能采购水月 可笑至极 涨了 真的涨了 涨了4% 6%了 还在升 老弟真是金融界的天才 高兴什么 我这涨幅 也更大 我就觉得吧 肯定会涨了 华南国际已经跌了5% 什么 这怎么可能 真说准啊 不好意思啊 都不需要等到收盘了 路上 你输了 妈的 你到底什么人 农民的孩子 也就是你说的你腿子 好了 愿赌服输 我的一千万呢 小冉 你给我记住你 今天在你这丢的 我迟早会找回来 随时奉务 你这些年 病货太大了 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 炒股还不是那么厉害 我说了 人是会变的 如果当初我没有留学 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世界上没有如我 我就是想想啊 那应该非常美好吧 叫你别喝那么多吗 灵月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该看到这一幕是吗 要不是有人给我打电话过来 我还不知道你除了赌博 家暴 还有出鬼的恶心呢 灵月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为带我去吃饭 我遇到了老同学 她喝多了 我就打算 还是家当当吧 你谈了五年恋爱 差点谈婚论嫁的前女友 你都知道 我真是蠢 为了爱情放弃理想 哪怕被你家暴 我还要想着你的好 但是小燃 你别把我当个傻子 我没有 我看过你们的合照了 我以为 那只是你的过去 早已经成为了过去的过去 没想到 你们还保持着亲密关系 你要相信我 你用你的三手碰我 我跟她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你相信我一次行吗 离婚 明天就离婚 灵月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管怎么样 这婚 必须离 你答应我的 你给我一个月时间 现在不想给了 妈 你帮我劝劝她 小燃 你看我女儿这样 你们还是离婚 面前在一起 我女儿也不会幸福的 不 我绝对不离婚 小燃 你要是不离婚 我就死在你面前 月月 你 你先放下 我 好 我 我同意离婚 我同意离婚 行了吧 你放心 因为我会照顾好的 手术费你都交了 其他的就不用你操心 我放你自由 不管你是跟夏丹丹 还是李丹丹在一起 都是你的自由 现在 你给我滚 滚啊 我会配合你把离婚手续办完 但是我也希望 你给我一个重新追你的机会 我真的会改变 我们曾经的那些美好 我一定会回到那个时候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有 对我来说 有 萧总啊 合同签好了 以后啊 我就给您打工了 您说笑了 这是我表弟陈振 以后厂里面所有的事情啊 都是他来跟您对接 好 陈总 陈总 宋长长 你叫我小陈就行 我啥呀 啥总啊 啥也不懂 啥也不懂 就多读读书 以后让夏姐啊 给您报 给训官 报我身上了 你也知道 我这人一看书 一看书就困的 多读书多看报 少吃零食多睡觉 以后啊 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问我就行 行 那以后就多谢丹丹姐 萧总啊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美丽的前景啊 真的能实现啊 当然可以啊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方面的人子 而且这种专门的疏控机床还没有亮着 放心 我都会去联系的 那天晚上是不是给你造成了困扰 没有的事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送我回家 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晚上跟陈震啊 还有点事 你先回去吧 那行 我先走了 哥 咱晚上还有啥事啊 走 陪哥喝酒 啥 哥离婚了 啊 啊 什么 别喝了 哥 别喝了 不是 哥 你千万别喝了 等等姐 你快过来看看吧 我哥的喝太多了 行 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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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醒醒 哥 哥 这怎么回事啊 我跟他喝多了 他说他离婚了 心里难受 离婚了 对啊 你看赶紧去劝劝他吧 他喝太多了 我怕他迟早会出事的 这样 行 你先回去 我照顾他 行 我还有事 那我先回去了 这一定是老天的安排 让我们再次相遇 我没嫁 你却离婚了 你不知道 我有多后悔 曾经错过了你 这一次 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哪儿啊 我们怎么会这样 昨天你喝多了 陈真让我把你送回来 我 我们发生关系了 我真是个畜生 向 向然 向然 这不是你的错 这都是我自愿的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最优秀的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 而且向然 你现在已经离婚了 我们就在一起吧 丹丹 我们都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心里面 只有我老婆一个人 虽然我已经离婚了 但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正在努力 把我老婆追回来 你有你的机会 也请你给我一个 自由追求你的机会 好不好 我 我会给你时间的 让我也有个公平的机会 去追求你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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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回头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老三被秦刚跑了 我估计他们会报复我 我最担心他们伤害 宁愿跟宁愿 他们要是敢这么做 非打断他的狗腿 从现在开始 咱们就守在这 一定要抓到他 别打了 别打了 起来 赵三 敢对我老婆孩子吓死 不想活了你 小人都怪你 要不是你跟李渭多嘴 我们怎么会前而走险 还说 我们的好日子 都是你毁掉的 你他们还累了 自己放了多少高粒蛋 你知道吗 回了多少家庭 你们敢这么做 傻逼玩意儿 我刚才一个一脚 把你踹死 金刚呢 小宗年 你抓到人了吗 我这边这个小编三交代说 赵三跑去病房了 你人没事吧 李哥 手挺快啊 我这都没事 放心吧 家里人都挺好的 好 人没事就好 李总我们错了 你饶了我们吧 饶了你 怎么可能 敢报复我消除你 你下个辈子 就在牢里蹲着吧 不想蹲也可以 他娘的 我现在就把你 塞进太平间 刚才真不错 干得过来 你俩干什么去了 鬼鬼祟祟的 没干什么呀 没事 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嫂子你放心 小人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管你有什么事情 都给我处理好 放心 我肯定会处理好 有我在啊 没人动得了 你们母女俩 对了 我明天晚上 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妈也有点事情 你能帮我召开一下盈盈吗 什么叫帮啊 盈盈本来就是我女儿 天经地义嘛 行 那我走之前跟你说 你给我划下班就好 咱俩这跟啥 上次宋厂长说的 技术人才就在这 走吧 你是 吕杰吕博士 嗯 我就是 你有什么事 我想跟您谈一下 你们正在研究的那个 高精机床合作 这款机床 我们目前还没有研究成功 暂时没有什么合作的必要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 这款机床呢 缺少的是高精针头技术 现在国内啊 还是研制不出来 这样的针头 但是国外已经突破了 这项技术 这是我们内部机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只是个商人 之所以呢 对你坦诚不公 是想告诉你 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你 嗯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不过我有个要求 你要加入我的机床公司 并且要将这项技术共享 没问题 但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忽悠我 我们可以签一个对赌合同 如果我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千万 但是如果我解决了 你就要答应我刚才说的 加入我的公司 怎么样 一千万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忽悠我 借你电脑用一下 各十百千万 你真有这么多钱啊 现在你相信我有一千万了吧 好 我跟你赌了 嗯 你竟然还能连入外网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只是个小技术 哥 你这是干啥呢 这蚊子密密麻麻的 跟蝌蚪一样 数了让你多读书 这就搞定了 我说了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可是他们只负责买卖 我们还要无得运输 打电话给我是想我了 找你帮个忙 什么忙呀 我在欧洲订了一批机床配件 但是他们不包运输 我记得你家是做卖帽的 帮我运过来 钱呢 市场加给你 把电货单 跟对方联系方式发给我吧 好 这就搞定了 当然 李博士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高星技术公司 我 我 还不相信我 一定要等机床运到了才肯相信是吗 哦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没想到 这么轻松就搞定了 当然了 我说过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等机床到了之后 我们可不可以用机械刺绣 刺绣在衣服上 当然没问题 只要针到之后 做一次调整参数就好了 我是这样想的 等我们的机床研制成功后 给南郊的宋师傅服装厂 十台 价格定在五十万一台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明天去工商局 注册几家公司 一家贝勒府服装公司 一家新银高科技技术公司 一家新月集团 那两个公司是新月集团的子公司 不是 哥 但是这地方没做过呀 哎呀 工商局门口有很多帮忙注册的 你花点钱找个代办就行了 哦 等了 OK 肖然你怎么来了 我来陪你参加同学聚会 不是要你陪孩子吗 放心 陈震在呢 算了 来都来了 就一起进去吧 不过我希望你少说话 吃饭就是 看看这谁来了 林大门女终于肯参加同学会了 这不是肖先生吗 这是我老公肖然 你们认识 大家好 你跟林月是同班同学 真是有缘分 只有我们的肖先生 才能陪上我们林大财女 我们一起见过面 真是有缘分 林月 好久不见 金学长 你怎么来了 金学长昨天才回国 听说你要来参加同学会 特意赶过来的 林月你不是离婚了吗 离婚 对 我最近犯了点小错误 我老婆生气了 就跟我离婚了 但是我现在正在努力的 把他追回来 既然离婚了 看来我也有机会 金学长说笑了 林月 我听说你最近辞职了 要不要来金氏集团工作 谢谢金学长的好意 我老婆呢 我可以养 他喜欢什么做什么都好 看来萧兄很有钱啊 不知道萧兄在哪里高秀啊 我就是个无业游民 没事呢玩玩股票 最近刚好赚了 也就一千多万吧 你可不值啊 你少说两句 好的老婆 谢谢老婆 既然萧兄这么有钱 不如让我们见识一下 行啊 你少说两句 没事 一会儿我让我的基金经理 想卖点股票 别一会儿了 就现在吧 这儿不是正好有一位 著名的基金经理吗 是吧王浩 我很相信他 王经理 帮我卖一百万股票 那萧先生 你只需要一百万吗 你有没有意想投资 对 什么都可以 你现在就安排吧 好 那我现在给你操作 萧燃你够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 萧燃你够了 这样有意思吗 我咋了 你是故意给我难堪吗 没有啊 他不是想看我有没有钱吗 我只是想证明一下 不过这个年头啊 挺不方便的 想证明自己有钱挺难的 你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啊 等一会儿是不是要说 资金太大出不来 一百万而已 至于吗 自己看看吧 金同学 是不是看不明白 手机短信了呀 不行让旁边的王经理 帮你看一看 你别看我 这是我的客户 这是真的 我不是显摆什么 毕竟跟真的有钱人比起来 这都不算什么 我只是想证明一下 不是真的投胎好 才有钱 就算你现在有钱又如何 月月不还是跟你离婚了吗 我们两口子 只是暂时的理念不同罢了 他想工作 我想让他过得安逸一样 毕竟挣钱的事 应该交给我们男人 你说是吧 没错没错 销售地址决物 月月 你还工作什么呀 你老公这么有钱 在家当阔太太多好啊 就是就是 小两口弄到别人就很正常嘛 很快就好啦 不和他离婚 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我们懂 月月是新时代独立女性吗 月月 最近国内要组织一个国风刺绣大赛 规格非常高 据说这次的颁奖主持人 就是我们的张同学 月月 你可是咱们学校公认的大才女 这么千载男朋友的机会 你确定不参加 我还是算了吧 我还要照顾孩子 而且 我已经脱离这行业太久了 算了 月月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 这次的规格非常高 这还是因为 堪称设计界诺贝尔奖的 奥卡玛设计奖 被一副国风刺绣斩获 大大激励了业内信心 金学长你快说怎么回事 你们不知道吧 得奖作品是一副青鸾刺绣 原本金奖刀放到博物馆栅栏 可是这次 被英国女王直接收入宫中 据说女王特别喜欢 青鸾 那月月不是喜欢绣青鸾吗 那是不是月月 我哪有时间参加什么奥卡玛奖啊 何况 我哪有那么高的水平 国外的比赛还是挺麻烦的 但是国内的容易 月月 如果你也参加的话 说不定我们能包揽金鸾奖 那样的话 那你没算续写 我们学下金鸾玉米的佳话呢 抱歉 我真的没心思参加 月月 你可是大才女啊 不参加真可惜了 当初月月也是最优秀的 哪讲到手软呢 月月 你还是嫁错人了 不然你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梦想 金学长 请注意分寸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跟我老公没有关系 是吗 怎么我听说你老公好赌成性 不务正业 这钱来路正不正还不好 总比你投胎来的 一个肯老子 够格来质疑我 我是个设计师 还是个副总 我自己能挣钱 不是家族公司 你混得下去吗 要不是你这个烂人 又跟你离婚 就算离婚了 他也不会嫁你 当初不会 现在更不会 那是因为他当年 被你的外表蒙蔽了 如果他当年跟了我 肯定比现在更幸 少白日做梦 我老婆幸福我来给 梦想我来护航 还他们护航 你拿什么护航 他现在连全国四球大赛 都参加不了 参加不了 不代表实现不了 他是我女 我告诉你 他的梦想我一定会实现 我真是会打造一个 比全国四球大赛 更大的舞台 他们更大的舞台 你怎么不去上天 好 给我等着瞧 够了 我要回家照顾女儿 我先走了 老婆 你别生气了 萧然 我不是跟你说了 让你少说话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护神 你那师兄都对你垂前三尺了 我能装看不见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怎么能不管 你是盈盈妈 又是我最爱的人 我当然要我 那你先管好你自己 把赌戒了 安分过日子 不要再让别人说 盈盈的父亲 是个不务正业的赌鬼 我真的不赌了 你还不相信我 我信不信你已经不重要了 你也不用再盯着我 我没有打算再婚 我现在只想把盈盈拉扯大 倒是你 半个生活残废 找个女人照顾照顾你 挺好 老婆 你说啥呢 我这辈子就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你 可我已经放弃了 今天聚会 同学们说起梦想 我也会忍不住问自己 这些年 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当初没和你结婚 现在的我 会是什么样子 放心 你的梦想 我有实力帮你实现 你根本不懂 以前是不懂 可是现在懂了 给我点时间 你的时间 都留给女儿吧 明天 她就要做水术 爸爸 啪啪 盈盈不怕 乖女儿 爸爸抱抱 小燃 你怎么了 哥 放心吧 盈盈一定会健健康康的 喂 小燃 我给盈盈找的是 国内顶件的医生 盈盈的手术 一定会成功的 你放心 蛋蛋 谢谢你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了 跟我还客气什么 原来我还是放不下吗 只是她心里 可能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终于帮到你了 小燃 盈盈 真乖 不怕 好了 好了 病人要进手术室了 家长准备一下 老婆 我们的女儿 我知道 我和你一起等 手术 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病人一会儿就会被推出来 你们放心吧 医生 太感谢你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谢谢你 感谢老天爷保佑 保佑我的宝贝 平安 哥 我就说吧 盈盈她肯定没事 你就放心吧 兄弟 谢谢 哥 谢谢兄弟 嫂子还在这儿呢 谢谢 小燃 现在放心了吧 令月 我曾经做过一个很真实的梦 盈盈突然间就离开了我 我甚至都没有好好陪过她 盈盈说了那是梦 梦都是相反的 现在盈盈手术成功了 她以后一定会健健康康长大的 对 她会健康快乐 未来她会幸福过每一天 作为爸爸 你比以前更称职了 作为老公 我也能变好 你愿意相信我吧 再看吧 哥 你来不来看这个干啥呀 我又不懂这些 我带你艺术熏涛一下 我们要做世界一流的服装品牌 就要和传统瓷绣工艺结合 你要了解最优秀的瓷绣工艺 才能做出好的产品 不是 我又不是什么设计师 我就是个打杂的 拿走这些 傻小子 你还能一辈子打杂呀 你得多学习 得 哥 你学的话咱也得回去学 这样吧 没慢慢熏陶 我就先过去了 主要是什么大赛 人家吃的都没有 你可吃货 这些瓷绣作品真不错 比我家那口瓷绣的确实好太多 这不废话吗 这可是中国优秀设计师的作品 我听说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些 衣服上啊 胸上啊 都爱瓷绣一些这些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啊 因为前一阵英国有过什么奥卡玛大奖 一个中国设计师 获得了金奖 这个风潮就刮起来了 现在出门 身上不秀点东西 都不好意思了 那可是为国争光啊 那可不是 哎呀 也不知道这设计师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难怪刺绣界的大佬赵老都来了 也不知道谁能拔得头筹 是啊 真让人好奇啊 孝然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这里是刺绣艺术的至尊殿堂 可不是你这个浑身只有铜臭味的普通人能欣赏 每人都说了 大众欣赏的艺术才是真的艺术 不过你这个眼高于顶的家伙 只是个绣花枕 童而不实 水瓶一般 你 这年轻人挺狂啊 他不知道金家红是谁 金家红不仅是赵老的大弟子 还是金家的继承人 和奥卡马金家得主林月 和是师兄妹呢 林月 奥卡啥的金家 也是赵老的弟子 他不是个男的吗 是男是女不知道 这次的展会都是邀请式 你是怎么混进来 我有门票啊 你怎么会有门票 这次邀请的都是业内人士 我有超能力啊 哎 你管得着吗 一般有苍蝇在我耳边 嗡嗡叫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 直接拍死 直接拍死 少人 还在那儿装呢 看得懂啊 我看不看得懂啊 就不劳您费心了 艾德 你不也参赛了吗 你的作品在哪儿 要么我说你不懂 这里只会展出 九十二件平庸座 规则就在门口摆着 谁不认识字 金 银 铜 在晚上颁奖典礼的时候 才会展出 我的作品就在其中 而且大概率 我就是金奖 你不会把你老师 赵老的作品 颁出来参奖 你卸做这种事情 既然你没有把 赵老的作品出来参赛 你会获得金奖吗 你心里没点数 我的水平也很高的好吗 反正我赌 你不会拿到金奖 你敢赌 我只说有概念 这毕竟是全国大赛 怎么 这么快就承认自己不行了 赌 我今天非要让你知道 我金家红得厉害 行啊 彩头呢 一百万 诶 赌钱是不对的 我媳妇 已经让我借赌了 那你说 这样吧 如果你拿到了金奖 我可以给你 一百万 小意思 但如果你没拿到金奖的话 你必须在同学圈 群发信息 向我媳妇道歉 道歉词 我会替你写好的 头疼离婚了还叫媳妇 等你赢了再说吧 这下有好戏看了 是啊 这年轻人敢直接跟金家少爷叫板 这也不是一般人的 哥 听说那个赵什么老的 什么弟子 什么玩儿 金什么玩儿 呼声很高啊 据说他能拿金奖 不可能 为什么 金家红这个人啊 心性有问题 如果他能拿到金奖 那咱们国内的刺绣 就不用发展了 对啊 我听嫂子名字好几次了 嫂子以前做刺绣 挺有名啊 你看到那个人没有 他以前是你嫂子的恩师 是刺绣界的态度 你提到的那个精神啊 是他的学生 这些事从来没听嫂子说过呀 你嫂子跟我之后啊 就已经放弃刺绣了 赵老戏的连婚礼都没来 你当然不认识 哦 哎 那不对啊 我之前听说过 那国外什么什么金奖得主 是不是也叫林月啊 不会是嫂子吧 是啊 哎 也不是 啥意思啊 哎呀 一会儿就知道了 哦 尊敬的各位领导 欢迎来到第一届 中国刺绣大赛的总决赛 甄选现场 现在我们即将颁奖 感谢来自天南海北的 优秀设计师参赛 经过评审团专业的甄选 评选结果已经选出 首先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 中国刺绣协会会长李老 大家好 刺绣界的态度赵老 大家好 他们也是本次大赛的评选员 赵老 这次听说家伙也参赛了吧 水平不错 应该能拿好成绩吧 李老过奖吧 希望成绩不会太差 应该能拿前三吧 别说金奖 银奖总会带一个走的 这可不好说 全国大奖赛 高手无云 能进百墙就可以 反正他还年轻 还是有多不厉 现在宣布 最后一件银奖作品 金龙盛世 创作者金嘉宏先生 金嘉宏先生是赵老的徒弟 在国外留学多年 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相结合 做出了很不一样的贡献 掌声恭喜他 这部诺服是嘉宏的呀 我可是投了一票的 是真不错 还好吧 虽说是风鸣平雪 但我一眼能看出是嘉宏的 可我并没有投这一票 赵老 你太苛刻 在我看来 嘉宏的绣功 已经达到了巅峰水准 李老 你也太抬拒他了 老师 是你对我太苛刻了 你为了避嫌不给我投票 这对我不公平 毕竟我的水平值得你那一票 你是想说 你有这一票 就能拿金奖 难道不是吗 还真不是 我既然能说出来 就不怕你恨 反正事后会公布票数 老师只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还真是掩饰出高度 嘉宏的水平确实不错 我现在真的很好奇 金奖得主 到底是怎样的作品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 龙凤成祥 龙凤成祥 哦 对了 我有印象 感觉那神韵啊 跟奥卡马金奖得主 清卵 又得一拼 难道是同一个作品 拭目以待吧 嗯 嘉宏 接下来你要好好看 好好学 多学别人的长处 不要孤步自封 好的老师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这次比赛金奖的获得者是 龙凤成祥 创作者是 新岳服饰 贝勒服品牌创始人 林岳先生 让我们掌声 恭喜他 这火凤太漂亮了 活灵活现 并将我国多种秀法相结合 体现了我国 华夏文明的传承 创新 堪称大成之作 让我们再次掌声 恭喜他 龙凤成祥 实至名归啊 吴赵老 这林岳不是你学生吗 林岳 似林岳 非比林岳 不过看他的针法神愿 还真像我学生 家伙 上次你劝说 让林岳参赛 他参赛了吗 他说没时间参加 毕竟已经放下自秀好多年了 不过他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跟他那个烂人老公一起离婚了 离婚了 太好了 我早就看那个男的不靠谱 我劝他多次 他就是不听 这下好了 他总算想通了 还提交了作品 我就说嘛 林岳的水准 绝不弱于其他人 绝不亚于哪个林岳 获取吧 赵老 恭喜啊 两个土地爆揽金银奖 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大家 都是大家抬爱 我真没想到林岳会给我这么大的惊喜 赵老 林岳有来吗 快请他上来领奖啊 这孩子可能在家陪女儿 听说他女儿做手术 没事 我打给他 老师 您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林岳 你不错呀 给老师这么大的惊喜 老师 您说什么呢 岳岳 你就别瞒着我们了 你的作品都获奖了 还说什么不参赛 岳岳 要不老师替你领奖 再给你带回去 老师 你们搞错了吧 我真没有投作品参赛啊 你真没有投作品参赛吗 我没有啊 我女儿刚做完手术 我最近都在陪她呀 你真没有投考给中国刺绣大奖赛吗 真的没有啊 老师 这样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来领个奖 您是林岳先生 不是 我是他弟弟 那个 这是他委托书 好 奖杯给你 恭喜你 谢谢 这位先生 请问一下林岳先生 他人在哪里 他很忙 如果说大家比较关注林岳先生呢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贝勒府服饰 林岳跟贝勒府服饰是什么关系 他 他是我们的总设计师 对 总设计师 就我们贝勒府服饰呢 是致力于将美好的元素融入进去 为什么好看呢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总设计师在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 我把这个我的手机号码给你们 嘿 看什么 你说干什么 愿赌服输啊 怎么样 我说了吧 你得不了经济 不就是差了一点点啊 差距可能不止一点点 行了 按照纸条上面 道歉 你还要不要脸 人有那么重要吗 不能有偏差 我可是有录音的 唉 你不希望别人说你是个言人无信的人 小人 别太诶 我不会放弃林岳 我一定会追到你 哎 哥 你咋回事 我怎么看不明白了呢 怎么林岳成成我们厂的总设计师了 说了让你多读书多读书 这么简单的事还不明白 这这这啥情况 为啥呀 我不是问你 啊 林岳是不是你嫂子吗 啊对呀 明白了吗 哦 怪不得你之前说是也不是 嗯 哦 是不是明白了 哦 明白了 是不是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这个林岳也是个美女啊 嗯 哥你是想把她娶了 当我的新嫂子是吧 哎呦 哎 哥哥 你打我干啥呀 我真想把你脑子敲开 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像我 是我用你嫂子的名字 加上她的创意 在国内和国外都参加比赛 全都拿了金奖 哦 原来是这样 哎呀 跟你说话真费劲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 我真哪能理你 不是 哥 那你为什么拿嫂子的名字去三赛 你还不上台领奖 时机不对 你说人话行不 我以前呀 欠你嫂子太多了 我这次呢 就是想 替她完成梦想 懂了吗 哦 懂了 我们买设备 设计衣服 打造品牌 其实这都是嫂子想做的事情 嗯 你只不过想追求她而已 对 哦 我想把这件事呢 做到静善进来 然后啊 给她一个巨大的惊喜 不得不说 哥 你现在变化真大 你之前只会赌博啊 虽然说你赌机真烂 我 回去给我赌一小时劝学 不赌完不许吃饭 宋厂长 哎呦 小大老板呢 你可算回来了 您让我们不停的生产 不停的生产 你看看仓库啊 那仓库里现在堆满了一千多万的产品了 这小鹿在哪啊 你小鹿没有 我心里没疑啊 好了好了 咱们坐下说 您放心 别着急 您就放心生产 陈湛 再帮我租个仓库 好 小鹿 你这光生产 也不拓展销量 它不是个办法呀 谁说我不拓展销量啊 看来你修有成竹 你这狐狸里卖的什么呀 跟我们讲讲呗 你知道奥卡玛大奖吗 听说了 哎 是最近上新闻的那个吗 好像说 咱们国家有一个作品 得了金奖 还被英国王室收藏了 不过 这跟咱们的库存有什么关系啊 那个作品 是我投的 老板 你这也太猛了吧 不是我跟你说 我哥很牛逼的 真的是你投的 现在呢 整个欧洲 对我们的刺绣 都非常的感兴趣 特别是贵族街层 风鸣程度 堪比瓷器和茶叶的需求 你的意思 是想打开欧洲市场 一旦欧洲市场打开 国民会更加愿意相信 自主品牌的价值 确实 这些年啊 还有很多国人觉得 外国的月亮更圆 如果打开了国外市场 咱们的品牌 就能瞬间变成国际大牌 这样国内的销量 就不成问题了 是的 现在的刺绣风潮 就是如此 不过 如果打开欧洲市场 物流 销售 整体链路 都需要销售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啊 你家不是做外贸生意的吗 这不是专业对口吗 说实话 我家确实是个外贸生意 不过 这件事不是有信心就行 这其中的风险很大的 并不只是依靠传统的贸易模式 还是要借助互联网贸 不是 哥 你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懂 怎么放在一起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呢 对啊 那个什么叫互联网贸易啊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下单 然后快递送到你家 如果你不喜欢了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退掉 省去了你出门购物的麻烦 还能这样啊 这不就是电子商务 类似亚马逊吗 真不愧是 留学归来的高材生 大差不差 我国能行吗 能行 回头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就知道 宋厂长 你就放心生产吧 几个仓库的货都不够卖的 到时候 机器都会给你踩猫烟的 好 那我就去找人 加机器 小长你给我滚出来 海伟 你放下了吗 你这家伙 趁我不在家 居然敢欺负我姐 你哪听来的话 我哪欺负你姐了 打死你 小拖在这里发什么疯啊 你放开我 这家伙趁我不在家欺负我姐 自己私传拆先款 还害营没钱治病 今天我就打死他 这因为我们临家没人啊 你这些话都哪听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不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些话肯定不是你姐说的 现在你姐跟营都好着呢 一个大学生能不能动动脑子 什么意思 我看你下车是直接过来的 是 没回家是吧 是啊 那又怎么样 你回家就知道了 好 我也不惯你打我 毕竟我以前是个红蛋 我该爱你这一拳 金家红 那个王八蛋的 骗我 金家红 金家红跟你说的 那我就理解了 毕竟那家伙恨我恨得牙痒了 你跟我回去一趟 我必须了解清楚情况 好啊 那我们直接去医院 医院 去医院 走 看 小姐 林林乖 心疼死我了 小伟 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萧然欺负你们 我必须要回来 听谁说的 还能有谁 金家红呗 他可挺有心的 还专门去了一趟海伟的学校 给了他部手机 林海伟 你什么时候敢收别人贵重礼物了 我 我以为他是我未来姐夫 海伟 好好说话 你姐夫只有我一个 把手机赶紧还回去 我那也是担心你 我知道你心事好的 家里出的事情没告诉你 就是不想让你分心 这个该死的金家红 他居然骗我 金家红没按什么好心 他是敬合你姐夫 给你看个东西你就知道了 对于我之前不正当的言论 我要向林月夫妇道歉 萧然风神俊朗 举世无双 确实是林月良配 我金家红完全比不上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他真这么心服口服吗 估计是萧然让他发的 哥 东西买好了 海伟 这可是最新款的手机 给我的 对呀 你把金家红那个手机还回去 省得以后惹麻烦 萧然 我们已经 孩子都上大学了 该配置的我们都得配置好 以前家里没有条件 现在不是有了吗 对我哥还让我给你买了套电脑 明天应该会送去到学校 安装好 电脑也是给我的 当然了 你不能只打游戏啊 好好学习 谢谢姐夫 你真太好了 有一说一啊 你可以后别不分青红皂白的 做我哥就行了 不会了 那个再也不会了 那个姐啊 你和我哥闹得也就完事了 赶紧复婚吧 要你管 这就被收买了 赶紧滚回去好好念你的书去吧 吃里扒歪的东西 我这是吃里扒里 姐夫已经跟我道过歉了 也借酒借赌 还会挣钱了 悠悠 听到没 你就好好准备 嫁给我吧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想的没 行我也不急 总有你认可我的一天 对了 你这几天从学校跑回来 不会耽误事吧 你姐是很看重你的学业的 不要紧不要紧 我请假了 勤工俭学来着 勤工俭学 生活费不够了吗 我这还有点 不要不要 我呢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啊 没事没事 这样 你看啊 还为这次回来呢 匆匆忙忙的 都没吃饭呢 我带她去搓一顿 你呢 跟盈盈好好休息 放心 我不会亏待小舅子的 走吧 说吧 到底什么事 也没啥事 就是和一个同学起了点冲突 把她给揍了 我没想到她这么不抗达 医药费就花了我三千五 我用学费垫的 到现在 学费还没凑齐呢 我是真勤工俭学来着 你这以前也不像个惹事的学生啊 怎么现在揍人揍上瘾了 先揍完同学 再揍姐夫 是吧 哈哈哈哈 以前她说我姐夫是个烂毒鬼 我都没揍她 但这次她说我是靠我姐出卖身体 才上得起学 我就忍不了了 你等我会儿 喂 李哥 我 小冉 我想麻烦你点事 借我辆车行吗 好 谢谢 走吧 上学校去吧 嗯 卧槽 这谁的车 太气派了吗 你什么位置派的车 哎呦 在电视里面非常对付 好想跟他做朋友 哎 你们什么人 这里不让停车 哎 李海伟 你怎么能带外人到学校来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个王老师 您这不是学费催得紧吗 我叫我姐夫来帮我交一下学费 可能着急了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王老师是吧 王老师 我是海伟的姐夫 我叫小冉 你好你好 我听说海伟学费还没有交 我呢 替他准备好了 包括明年的学费 我也一起交了 这点学费也不用您亲自管 还有一件事 想请王老师帮个忙 您说 我听说海伟啊 在学校跟一位同学产生的物 我想见他 跟他方便道个歉 你看方不方便 啊 方便方便 哎 小刘 你去把那个赵守同学让过来 快点啊 那就麻烦你 没事没事 王老师 是谁找我呀 他们找你 海伟 是他们 对对 就是他 他脸上的伤就是我打的 嗯 坐 西克 小老弟 今天怎么回事 哥 今天我是特意来啊 跟你做一笔生意 怎么说 我想跟哥合作 把李家呢 跟夏家的资源整合一下 成立一个新主题 打造一个贯通海内外的物流帝国 老弟啊 夏小姐啊 你们这野心 着实是有点大 哈哈哈哈 虽然是虽然的意思啊 不过我和我爸评估了他的想法 决定全力配合 哦 夏总也全力配合 说吧 这事再怎么动 扩张 迅速扩张 哥 你负责国内的仓储 物流和运输 然后 简而言之 就是打好基础 老弟啊 你这步子 买的还是有点大 咱先不说市场 就是资金就要海量 哥 前期的资金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一个亿足够了 你要相信我 未来三十年 物流 可是飞速发展的一个行业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朝鲜眼光 但是 我一旦拉起来 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吗 当网络购物兴起的时候 我怕你生意都接不过来 哥 你就准备好 疯狂扩张就行了 这 购物网站又是啥 哈 这是我们在杭州啊 搞的另一笔事 回头你就知道了 行 不懂的事啊 我也不管了 反正 我相信 老弟和夏老板 不至于坑我 哈哈 那就这么定了 咱们物流公司呢 就叫东风快递 广告词物都想好了 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 有点意思 怎么突然有点热血沸腾啊 那咱们就干起来 看 其实没必要定两个房间 多浪费钱 你想什么呢 你说我能想什么 我一个大美妞 陪着你天南地别的走 我能想什么 你要这样的话 我可不带你玩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还要追求我老婆 你也说了给我机会啊 我才不要呢 真没劲 林月就这么好啊 都离婚了 还忘不掉 忘不掉 这辈子都忘不掉 她到底有什么魔力 你跟我说说呀 我可以学 我会做的比她还好 但 其实你很多方面都比她优秀 但是你终归不是她 虽然很伤心 但不得不说 你专一的样子 还真让人喜欢 我知道你这么做 是为了完成林月的梦想 不 不光是林月的 这里面还有你的梦想 我的 你不是想把家族产业 做大做强吗 我帮你做大做强 怎么做大做强啊 除了海外物流 其他的还有我的份 明天的这个项目 我打算给你加 一成的份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成 在未来 还能给你带来百亿利润 真的 当然 你想象一下 全国七成的网民 全在这个网站上购物 流水量集得有多大 不得不说 你这该死的魅力 占着欲罢不能 说正事了 能不能别这样 我说的也是正事 你什么事都想着我 你说 心里是不是还有我 你是我的初恋 能没有 那你就娶我呀 整个夏家就是我的嫁妆 这样夏家会全力支持你 我相信 以你的才华 一定能成就一番 我与伦比的事业 你能不能一天 不要老提结婚的事啊 我会对影音很好很好的 丹丹 我真的没有办法放弃林月 我现在想为你做点事 就是想弥补当时对你的亏欠 丹丹丹 丹丹丹 我不逼你 你又不用补偿什么 你要真得的亏欠 不如今天晚上就留下来陪陪我 奴家一个人啊 也怪害怕的 你这个妖精啊 你能不能收起你的神通啊 大师 你就收了奴家吧 金哥 那个萧然实在是不好惹呀 你看看 他都敢来学校打我 还不是你废物 我让你挑活萧然跟林月的关系 谁TM让你污蔑林月了 别说林海伟 我TM都想打你 现在呢 事事没办成 想送个手机给我未来小舅子 还TM退回来 金哥 这你可惯不得我 谁知咋回事 林海伟他姐夫突然就出去了 你不也吃了好几次贵 算了 林月这个女人我一定要追到手 萧然这个混蛋我要弄死她 今天我请来两位大人 我就不信她萧然的命这么厉害 说吧 今天叫我来什么意思啊 我想请周总帮一个忙 半程 夏丹丹小姐和夏氏集团都是你 你也没帮我 我知道一点您的手段 比如说 是您派人把萧然和夏丹丹会面的消息告诉林月的吧 哎呀 说这个事现在有点后悔 本来我是想让臭婆娘好好管管萧然 没想到军民为这事 还给整离婚了 萧然这个混蛋自然是配不上林月 更配不上夏丹丹小姐 今天请您来就是知道 这事凭我一个人办不上 如果有周少相处 这件事一定没问你 到时候 夏丹丹小姐归你 林月归五 如何 你想越过龙威集团 直接来干萧然 你觉得龙威集团能放过你吗 周总自然是不在乎龙威集团 不然也不会派人 从李温手底下救出那两头狗 去咬萧然 我没记错的话 那两头狗叫 秦刚和赵三是吧 至于那个李温 我另有案子 你 你怎么来了 强哥 李温的保镖和司机 现在是我们的人 至于是不是你们的人 还要看二位 能给我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就凭他 李温知道的事情他知道 李温不知道的事情 他也知道 周少可别想了 给我干掉李温 你要什么 我 给你什么 至于夏氏集团 还有一仗周总 我调查了 夏家现在处于一个 青黄不接的阶段 只要我们两家联绳 打压他的上游供应链 和下游分销商 或使他首尾不息 夏家的股票和吸货 就会大大下降 想重点 别废话 到时候 您再出手帮助夏家 那夏丹丹和夏家 不都是你的了吗 那 萧然的新岳集团 你打电影了 我不仅要新岳集团 灰飞烟灭 晚了让萧然身败 永烈 万劫不复 好 喂 李总 萧然说的果然没错 周始集团 果然要对赛事 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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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今天怎么过来了 忙完了 就过来看看你 爸爸 我真乖 女儿恢复得很好 你不用担心 女儿很好 那你呢 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 你忙你的吧 我这不是怕你跑吗 我忙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啊 我们已经 老婆 看我已经变这么好了 别生我去了 好吗 你少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最近跟夏丹丹 可是心心的很啊 我们那可是生意上的合作 我根本没有那方面意思 架不住人家对你有意思啊 喂 哥 丹丹姐说中午请我们吃饭 到他家酒店去 夏总应该是想见你呢 好 我知道了 都要见父母了 还没那方面意思呢 陈震也去 你别乱想啊 我可不会乱想 你现在可是自由身 那你笑一下 给我看看 我要是去找别的男人了 你笑一个给我看看 我老婆可不是那样的人 她不会那样的 滚滚滚 赶紧走 去你的夏家吧 小燃 你来了 小燃 我来坐 夏叔叔 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呢 主要是为了感谢你的 谢我 对呀 你让我们家 参与到了网络购物 和物流公司的发展争 我爸说了 你的很多想法都很靠谱 对我们夏家 帮助也很大 这要感谢夏叔叔的支持 来来来来 第一个 祝我们的合作 更创辉煌 小燃 你看我们家丹丹怎么样了 丹丹很好啊 人很漂亮 能力又出众 上姐仁义 也帮了我很多 夏叔叔 您真是培养了个好闺女 我准备将夏氏集团交给丹丹 有你的帮衬啊 我也就放弃多了 爸 你突然提这个干嘛呀 丹丹 你长大了 爸爸也老了 爸 你哪里老了 你还年富力强呢 爸爸干了一辈子了 也该歇歇了 夏氏集团早就应该交到你手里了 可是 我怕我做不好呀 没事 有什么不懂的 问小燃吗 问他干什么 他也不是我什么人 你这么说我可伤心了 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你们年轻人的事 不要说我和该参与什么 不过小燃 我老头子今天要好好跟你聊聊啊 夏叔叔 您说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文丹丹的幸福 一直想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啊 爸 你没事提这个干嘛呀 我这不是急着抱外孙吗 夏叔叔 感谢您的后外 但是我刚离婚 我还不想谈恋爱呢 离婚了 离婚好啊 你要不离婚 我老头子有些话就不能说了 年轻人打拼事业啊 需要一个闲内助 我们家丹丹啊 绝对配得上你 丹丹当然配得上我呀 是我配得上丹丹 小燃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爸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小燃刚离婚 心里还放不下的前期 你现在提这个 不是憋着他拒绝我吗 那行 老头子自罚一杯 好吧 夏叔叔 该我自罚一杯 夏叔叔 感情的事勉强不来 但是我保证 只要丹丹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我绝对没有二话 好吧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 都要慎重选择 嗯 喂 周家对我们开始发难了 我知道 他们也收购了几个服装厂 把店铺都看在我们店的对面 甚至还跟金家一起合作 抄袭我们的设计 你不担心 没什么好担心的 抄袭的永远都是抄袭 对 爸 周团那么多 会偷亏死他 可是他还联合其他家 阻击我们集团的主营业务 集团最近主营业务 做事挺严重的 爸 这些事你怎么从没告诉我 怪不得 我最近看你忧心忡忡呢 喂 考虑的怎么样啊 只要你嫁给我 我就帮助你们下家 渡过难关 周涛 周家这么做 未免也太卑鄙了吧 下单单啊 这商场可是如战场 我劝你最好嫁给我 要不然 可休怪我不义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早就开始对付我们集团了 我们本来就是对着 没想到你爸竟然偷偷把资金传出去 支持他创业 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我爸怎么做 自有他的想法 送不着你操心 夏家倒了 萧然那个垃圾就是无根治平 如果说你不嫁给我 那你们夏氏集团就别想随活下去 你 怎么了 他说只有我嫁给他 夏氏才能活下去 我梦 又是集团公司倒闭 我也不能出卖我女儿的幸福 哼 夏氏集团 只要坏在我们的手上 夏叔叔 不用着急 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周家全线总计夏氏集团 他们的资金压力绝对很大 对吧 他现在这么跟我们撕破脸 说明他成熟的压力比咱们还大 我们多线准备了这么久 是时候放下招 萧然 是不是可以上发布会了 没错 全新的购物网站马上就要上线 物流中心呢 也是牵车待命 可是这是你们的事 终究治标不治本了 周家花大力气去读治夏家的主营业务 那我们就暂缓主营业务 配合我们打一场品牌营销战 来一招暗度陈仓 我们夏家也全是参与了 不 陈舟 背水一战 夏叔叔 敢不敢搏一把 好想 我这把老骨头 就陪你们打一场 爸 赵总 萧然 你们看看这份报表 这业务的增速简直颠覆认知啊 我看看啊 光备了服服装国内的分销业务 就达到我们集团高峰业务的四成体量 真是了不得 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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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有 画服 小为 神奇的能力 好戏 才刚刚开始 真是后生可畏了 周家全力阻击我们的产业 却倒逼我们转型成功 真舒坦啊 可笑 周家还在全力阻击我们原本的产业 周涛也在拼命砸钱 搞尸体店的促销 殊不知啊 我们的战场 根本不在这 是 周家 轻敌了 先让他们得意 等他们反应过来 已经损失很多 到时候 我们再杀个回马枪 一定可以将周家彻底崩盘 那就是太期待了 当然 今晚的企业家年会 周涛也会去 他肯定还觉得自己 胜券在握呢 那就是 看看 今晚的戏 他们怎么唱 手中有牌 心中有树 哟 夏叔叔啊 你可真是老儿迷奸啊 这夏氏集团都这样了 您还有兴致参加年会吗 我当然有心 不劳你最心 我们夏家 稳得很啊 哼 哎 夏叔叔 这夏氏集团面临着如此大的困境 您竟然说稳得很 今天可以说是夏家最后一次信 他们确实要珍惜 这话应该送给你 赶紧这些现在的好日子 别把自己作死了 真是可笑 小燃 这里是企业家年会 你这个软饭男有什么资格说话 两个剽窃犯在这大放厥词 我有什么顾问 你说谁剽窃犯 说的就是你 拿我们贝勒府的服饰 在上面胡乱图改下 正在上面随便就取买 该怎么形容呢 我只能说是丢尽了赵老师的脸 我 我告你诽谤 金上 无需在意他的诽谤 你所有的设计 我是知道的 那都是根据林月老师的想法来的 跟他的贝勒府设计 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呀 就是在嫉妒我们服装店的生意好 没错 你的店生意萧条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徒狗 到时候 林月不会再想着你 你搞错了吧 即使我一无所有 林月也不会看上你 他的心里面只有我 夏小姐 这就是你看上的渣男 他在追你的时候 心里面还在想着别的女人 火鹿一 你管得着吗 你说你怎么这么贱 我看是你们贱 女人看不上你 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不 这么多年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 小燃 我告诉你 你得意不了多久的 你不关注了吗 高卡经典的获得者 林月和新月集团同时关系 看到了 新月集团所有的射击都出自林月之手 难怪那么高的 新月集团了不得 肖总咬不得 金家红还要意思说自己不是剽窃新月 这是太有趣了 周涛 金家红 你俩的脸皮可厚比城墙 我要是你们俩 早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就你们俩 怎么够资格参加企业家年红 是说林月是你小师妹 早就跟萧然分了吗 怎么现在还能帮萧然呢 走走走 你到底什么情况 你不是说林月跟你关系很好吗 那你现在怎么跑新月集团去了 我也不知道 你实话实说 你的设计是不是剽窃的 我那只是借鉴 那就好 我希望最好不要对我们的服装销量产生影响 周涛放心 普通老百姓哪知道谁是谁 也不管什么设计 只要衣服好看就行 那就 但愿如你说的 只要我们按照计划进行 夏家和萧然一定会万劫不复 身败 你怎么来了 晨晨跟我说你打两份工 早晚两班倒 你不要命了 我还年轻 总得拼一把 不用这么辛苦 我可以养家 萧然 我们已经离婚了 需要自力更生 宋厂长邀请你去 厂里面做设计师 你为什么不去 他们已经有一个领域了 我自叹不如 可是我觉得你 你更优秀 萧然 我们已经离婚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不需要这样 我觉得你应该去试一试 其实我觉得夏小姐对你挺好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 她功不可没 我们只是合伙人关系 你千万别想多了 没多想 我真的觉得 她比我更适合你 我眼里面只有你一个 而且营运需要完整的家 你真的这么想 喂 怎么了 萧然 萧然 我功成婚 有人乖乖碎碎的 你不要回来 你不要怕 我 我马上过去 月 我只有点事 我就过去 是吧 别让人家夏小姐 伤心了 周涛 你怎么在这里 要的呢 我说这几天 怎么没见到你 原来你是藏在这里 你是为了躲我呢 还是为了躲那个萧然呢 周涛 我在哪里 就不着你管 还有 这里不欢迎你 带着你的人 赶紧从这里消失 等等 你说那个萧然有什么好 就这么一个破工厂 而我呢 就不一样 要多少工厂 有多少工厂 这样吧 你跟我走 我来养你 我不想听你废话 你再不走 我就报警了 报警 抓我 你现在为了萧然要抓我 夏等等 你可有点太过分了 放开等等 你学你 何小姐 你快走 他妈的 你敢打我 给我上 给我打 等等 你没事吧 萧然 我没事 但是陈真为了救我 受伤了 宋叔已经报警了 谁干的 是周涛 周家已经坐不住了 你放心 这回咱们不会白痴的 小月 小月 周涛 你还有脸再来 别误会 刚才那不小心打了你的人 崔啊 过来给你赔礼道歉 啊 你想干什么 收吧 收完赶紧滚 老子是过来收购你厂子的 给你五十万 这个铺厂子不少吧 你是想吃屁 七月集团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卖 萧然 七月集团好好的 夏家已经自顾不查了 各种贸易链已经断了 你还指望着夏家 对对对 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 贝勒 贝勒不是 销量估计不怎么样 再加上把你厂子一擦 直接宣布破产吧 我说你储还是真储 你以为 新月集团 贸易线 只靠夏家出口 你当东风物流 是吃素 东风物流 东风物流啊 也是销量的 想不到 至于你说的 贝勒服饰的实体店销量 没有关系 那只是我们的形象旗舰 贝勒服饰的销量 完全靠的都是线上 周涛 听你的脑袋 想不明白也很正常 贝勒服啊 一天的线上订单 就超过百万单 小冉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 新月只有卖给我这一条路 不 你就等着破产吧 现在走投无路的人 是 周涛 我和警察已经调看了监控录像 是你首先调戏的夏丹男小姐 而后打伤了陈镇 接着又追导我们的员工 是你吧 那可我有什么关系啊 区区两个小警察 能带本少爷如何 我告诉你 他们都已经交代 是你 带着人围观工厂 企图破坏我们的设备 如果不是夏丹男小姐及时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周先生 跟我们走一趟 我们走一趟 不可能 不可能 等等 等等 我要找律师 我要找律师 是作孽 不可活 小人 你他妈的就是你腿呢 凭什么你一路顺风顺水 凭什么你能等到夏丹男 你他妈给我等着 老在我回来呢 小人 对不起 这些货都是我惹出来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可周涛做这一切 起因都是因为我呀 别把别人的错误 放在自己头上 何况我们损失又不大 现在周涛是自身难保 是该我们反击的时候 小人 赢你真好 我发现 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你别这么说 我心里面只有我老婆一个人 而且她已经有原谅我的迹象了 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选择我呀 丹丹 你不用这样 你值得更好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都离婚了 你还这么想念李月 是我亏欠她太多了 可能你很难理解 但是这是我的选择 丹丹 你没必要为我这个混蛋之弥补物 是我执迷补物吗 我对你的亏欠 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在弥补了 新月集团和东风物流 我都让你参与了 并且我帮你解除了周家的封锁 我会让夏家彻底崛起 可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只有你呀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哥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好兄弟 你上次怎么样了 没事 就那几个小盲贼都不够我打了 对了 刚那个那个什么赵会长 要马上过来了 赵会长 赵老 对对对就是他 那我们得去接一下 你跟我一起去 就是路上还一直说这个嫂子的事情呢 你没说漏嘴吧 当然没有 现在你是林月嘛 就是他一直在说这个嫂子 嫁错人了 我都快憋不住了 对了 不对 哥 你做了这么多事 你为啥瞒着嫂子呀 现在还不是时机 还不是啥时机呀 你还不懂 我们先去接招了 这老人家 我们得好好拔去 是啊 他是嫂子的师父啊 也得算得上你 半个丈母娘嘛 机长 我现在是林月 跟你嫂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 我忽然明白了 哥 你是怕挨打吧 我看你怕挨打了 赵会长 这位是林先生吧 真是英雄初少年呀 一表人才 赵会长那喝水 赵会长 你又赞了 我看林先生有点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应该是见过 毕竟这世界也不大嘛 说起来也巧 我有个学生也叫林月 是啊 那是挺巧的 赵会长 不知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跟着陈总参观一下你们的工厂 给我的感触很深的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很多的想法都落后了 赵会长 您太谦虚了 您呀 树叶有专攻 再刺绣一行 您绝对是饱到未老的 你们现在做的真不错 给国家 给民族 给企业长脸了 谢谢您的认可 太认可了 传统与潮流结合 这个想法很好啊 更可怕的是 能用机器代替人工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可怕吗 您担心机器会彻底取代人工 是的 这人老了就是矫情 这不是矫情 赵会长 格局大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机器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工 不会吗 机器不会设计 刺绣设计的源头就在人身上 所以手工制作 永远比机器制作 更高级 更奢侈 林先生你是说 刺绣设计可分为机器生产 和人工制作吗 一定是这样的 西服都有高定 为什么我们传统服饰不能有高定呢 这个怎么做 赵会长 其实很早之前呢 我就想请您过来帮忙 只不过我们这做的不太好 我一直厚不起脸皮来 这下又轮到你谦虚了 对了 您知道我们的外貌服饰做的还不错吧 现在国外的很多贵族阶级 都想拥有一套我们的高级刺绣服饰 这就是英国女王带起的风潮吧 是要感谢她老人家 但是我们更要感谢我们中华瑰宝的迷人魅力 打铁还须自身硬啊 我想趁这个契机 跟向赵老师这样的刺绣大师合作 发展新月服饰的高定品牌 你确定要和我们这些老古董合作吗 怎么合作 我做了个调查 其实有很多老手艺人做了一辈子的刺绣 手艺精湛 但是经济效益却极低 的确如此 这些老艺人最后都是用自己的情怀在坚持 他们完全可以来新月 当合格的设计师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只要能赚钱 我想很多年轻人也愿意来学刺绣 好好好 这太好了 我代表我们这些老艺人 感谢你啊 赵老 我这怎么担当得起啊 林先生 你担当得起国士之礼 还有这歉意之礼 赵会长 何出此言 说起来 我一直对你有些误会 之前我就认为 你只是个赚钱的商人 真是惭愧啊 这确实是我在做的事 但是经济效益和传统文化 为什么要站在队里面呢 是啊 我知道你的这个举措 能给整个行业带来多么良性的发展 那您就是认可我的想法了 那我以后可是有很多地方要劳烦您的 不劳烦 不劳烦 愿意效劳 您可否愿意来我公司集团挂一个首席设计师的名头 我老爸 首席这个名头就别浪费了 林总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手的话 我有一个学生 悟性极高 要不是架错了人 现在的成就绝对非凡 没问题啊 我相信赵老的眼光 其实我知道他 以他的水平完全当之无愧首席级别 只是我害怕他不愿意过来 不会的 我这就回去好好跟他说说 这好的机会他一定要来 好 林月 老师 您怎么来了 这么多年你也不来看我 我就来看你了 对不起啊老师 老师知道你嫁了个废物 过得一地鸡毛 老师还能不理解你 让你失望了 当年你放弃了刺绣 选择了相夫教子 也无可厚非 对不起 老师问你 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我现在也不设想什么了 就想赚钱 带好女儿 想赚钱好啊 老师给你纸条名路 既能赚钱 又能实现你的私修事业 老师您说 我今天去了新月的服装厂 就是那个跟我同名的设计师 所在的新月集团 没错 林月不仅是设计总 还是新月集团的老总 我参观了他们的流水线 还接受了他们刺绣高定的理念 真的不错呀 嗯 新月集团现在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说起这个林月 她的触点 跟你当年是真的很像 我在她的设计上 看到了你当年的影子 不怕老师笑话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已经跟那个林月说好了 你过去就做首席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是不是听起来很惊喜啊 我觉得你跟那个林月 你们俩真是很单配 老师 您这说什么呢 那个林月也离婚了 也有一个女儿 那人长的是一表人才 这个事情啊 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去上班 可以 但是感情的事 就算了 老师知道你重情义 虽然已经离婚了 还借着你的前夫萧然 那个人呢 就是个废物 她真的配不上 配不配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了 看你这些年 过得什么日子 我要是看见那个萧然 那个王八蛋 我肯定绕不了 老师 其实 萧然现在已经变好很多了 那个王八蛋 能变什么好呀 你不要在她的脸上贴金了 老师只想让你知道 你要为自己活着 不管是工作还是婚姻 谢谢老师 我知道了 跟孩子出院 我就去试试 就这么说定了 你们两个连月连手 一定能将中国磁绣文化 发扬光大 你说什么 我要解除和新月的合同 解除原材料供应合同 好 我一会回复你 萧总 出问题了 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 打来电话 他们都解除供应合同 原材料不在供应呢 可是国际品牌发布会 马上就要召开了 我们还有很多大单要补货 怎么出这药盒子 是啊 他们恶意的提高原材料的价格 妄图阻止我们生产 知道谁干的吗 领头的是金家 还有几家品牌公司 不然 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不好了哥 出大事了 你慌什么 天擦不下来 咱们的很多消费者买了咱们的衣服 说都生病了 说里边有致癌物 现在好几个部门都下来来监测我们 还有咱们的旗舰店已经封了 所有的衣服都被拿去检测了 深圳不怕椅子鞋 相关部门想检查 一直让他们大张旗鼓地检查 记得联系我们那些媒体朋友 务必保证送减物料的安全性 还有整个事件的公开性 不要让那些小人浑水摸鱼 我明白了 跟我马上去 他们这是有计划的抹黑我们 金家红这个小人 也只能使这样的手段了 放心 我早有准备 李薇最近可都没闲着 这个狐狸尾巴 我早晚给他抓住 好 小人呢 小人 出来 快给我出来 小人 我数三十啊 哎呀怎么了 两位 三二 哎呀两位有什么事 跟我说行吧 萧总不在 赶紧给我把小人找出来 他出去办事现在回不来 跟我说行吧 我是副总 副总 我今天找的就是萧然 他不在怎么办啊 我把萧然找过来 他不在 今天就是绝地三尺 也给我找出来 你又什么事 跟我说不是一样吗 这他办事一样 你说他 这么多废话 萧然呢 金家红 周超 你们干什么 还不在怎么办呢 啊 你们这部屋里去 好好给我说话 你们干什么来了 这么多人干什么 你算得跟操 滚 金家红 劳师动众 带这么多人 你要干嘛 萧总 恭喜妈咋 我们来跟你谈兵买卖 国内三大底牌 老子都跟我合作 你有什么底气 跟我谈买 还敢打我的人 底气 真有意思 你不过是运气好了 他 真觉得自己上天了 贝勒服的销量 就是我的底气 萧然 就你干净的货子 谁不知道 他们靠女人上位 老子也会 萧桃 你冷心 萧然 新一集团现在势头不错 但想起身衣领 还需要业内人士的帮助 这样 你让我入股 我让你登上 试剂舞 我手里还有点资源 你好好想想 你别做梦了 星月集团根本不需要你这样的仓 你死了这点心 萧然 既然你如此名玩不得 精彩 就砸了你的场子 砸了你的场子 光天化日 你们做出这种恶行 眼里还有没有法律 萧然 你这是 姐夫这是来提亲的 你不是离婚的吗 妈 我想再次迎娶林月 希望您能同意 这事我说着也不算 还得我女儿说着算 那我们新的婚姻 也需要您的祝福 妈 我就和您直说 姐姐觉得姐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还生气呢 姐夫是想给姐姐一个惊喜 是啊妈 月月还生我气呢 我就想着啊 像您啊 小伟啊 还有赵老师 你们如果认可现在的我 那月月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妈 我是认真的 你看我如今的改变 您应该能看到 这个确实 你的变化是挺大 不止如此啊 姐夫呀 现在超级厉害的 都成为国家重点特殊型人才了 真的吗 妈 我向您保证 我会三书六礼 用最高规格的婚礼 去迎娶林月 弥补我以前的过策 我会用新月集团做聘礼 市中心最顶级的别墅做婚房 到时候您和小伟啊 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随时先渡我 真的吗 这是 妈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真心想挽回林月 我 我想给月月和盈盈一个完整的家 做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好 我就再信你一次 您是同意我的提亲了吗 是的 但是我说了不算 还是林月说了算 谢谢妈 那我去做准备 哦对了 妈 务必替我保密啊 去吧 姐夫 看看我能做什么 我帮你啊 林先生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 老师 坐 其实 您可以喊我萧然 萧然 为什么这么喊你 因为我就是萧然 林月 那个不成器的老公 你 你就是那个酗酒闹事 还家暴老婆的混账东西 您别生气 您小心点 哎呦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 你给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是我不懂事 欠收拾 我早就说过 我要是见到你 我要好好替你爸妈收拾收拾 哎呀 我求之不得呢 您要是早点管教我呀 说不定我早就浪子回头了 我算是明白了 你以林月为名 能获国内外大奖 以刺绣与日常服饰相结合 打造国际品牌 都是为了林月 也是为了弥补我以前的过错 要给我们一家子 幸福 好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 真是个爷们 谢谢张老师 你以后对林月好 老师就放心了 夏小姐 你约我有事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是想和你聊聊 关于萧然的事 我和萧然已经离婚了 她现在是自由之神 你这么说 心不会痛吗 当萧然在手术室门口 抱着盈盈哭的时候 当她对你流泪滴雨的时候 夏小姐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我很羡慕你 能拥有萧然所有的爱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开玩笑 你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和萧然在一起了吧 不然呢 你想多了 不过 我确实希望如此 但这 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什么意思 林小姐 别着急 听我跟你讲个故事 你就会明白了 我和萧然 是彼此的初恋 我知道 我看过你们的照片 很登堆 那一年 我听从家里的安排 出过留学 我以为她会等我 萧然的母亲身体不好 希望她能早点结婚 抱上孙子 我知道 可是当时 我并没有在意 直到我在国外的时候 听说她结婚了 我心都碎了 可是你回国 她也跟我离婚了 是你跟她离婚 这里面的差距大了 有什么不一样吗 离婚不是她所愿 她心里 一直都有你 我看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挺开心的呀 是我开心罢了 她 可能只把我当成一个老朋友吧 我回国之后 多次向她表白 甚至用身体勾引她 她都不为所动 她心里 可能只能容下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你这么爱她 应该很高兴 我俩现在这个样子吧 因为我不想看她痛苦 这些话 她跟你说 你未必会相信 因为她曾经伤害过你 你说的 我就信了 那是你的事 我说出来 因为我爱她 如果你还想放弃这段婚姻 那我一定会好好爱她 手都晕开 对不起 是我耽误你们了 要是没有我的存在 你们早就在一起了 你是想把萧然让给我 为什么不能 我跟她的婚姻 已经走到尽头了 现在说什么爱不爱的 矫情 你可以让 但不是现在 不然 我没办法好好守护她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明天是新月国际品牌发布会 你应该收到情帖了吧 收到了 但是这跟萧然有什么关系啊 记得 到现场 务必打扮得漂亮些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 都一定让我参加发布会 这场发布会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要是明天发布会之后 你还是决定放弃她 请你务必 清清楚楚的告诉萧然 让她死心 姐 这边这边 妈 小伟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不是家宴 这对我们来说 就是家宴啊 来我的好女儿 你先坐下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欢迎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新月集团贝勒府服事 副总经理陈震 陈震不是在副总经理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际品牌 发布会现场 感谢大家 下面呢 请邀请我们新月集团总裁 贝勒府服事的创始人 萧然先生 大家鼓掌 大家好 我是萧然 非常感谢这次机会 能让我们的贝勒府服事 和全世界的朋友见面 感谢这段时间 大家对贝勒府服事的关注 和支持 很多朋友 关注到我们贝勒府服事 都是因为林月这个名字 因为他在奥卡玛 得到了金奖 并且他的作品 被英国女王所收藏 为我们国内争了光 那不就是你自己吗 这位朋友 可不是我带来的托儿啊 很多人认为呢 我就是林月 或者说这是我的意愿 其实 我不是林月 萧总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啊 大家稍安勿躁 我虽然不是林月 但不代表 林月不是我们贝勒府服事的 总设计师 借今天这个机会 我刚好跟大家讲一讲 我和林月的故事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半年前 我是一个不知廉耻 没有上尽心 酗酒好赌的赖感 有多烂啊 每天除了喝酒就是去赌 回家就是管老婆要钱 甚至为了钱 去动手打自己的老婆和女孩 直到有一天 我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 在梦里 我众叛亲历 无霸而终 孤独一生 带着别人的唾弃 和怨子 悔恨的死在了一个 没有光的屋子里 我真的很怕 所以当梦醒来的时候 我要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活出个人样了 我感谢这段时间 帮助我的每一位朋友 你们是我生命中遇到的光 没有你 就没有大家见到的贝勒福士 和心悦集团 今天我更要感谢 这个人就在现场 他就是我的前妻 林月 奥卡马大奖 和全国刺绣大赛的金奖 都是我前妻林月的作品 我只是个工具 帮他完成作品而已 而这一切的一切 他今天都是第一次知道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支持我 祝我 林月 我知道我对你的伤害 永远都弥补不了 但是我愿意努力 一直努力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小总你好 我是杭州阿里爷爷的创始人 我姓马 关于您上次去找我合作的事情 我愿意和您合作 这事 我得问我老婆 哼 我不一会儿 今天 我会说